大家好,我是吃瓜兔子的瓜瓜 前两天一个微博名叫心碎小羊的网友 爆料之前参加过少年说唱企划的肉泥 劈腿家暴,嫖娼吸毒,强迫别人卖淫 好家伙,罪名多的只能字母出现了 在3月23号晚上,心碎小羊发播 曝光男友肉泥的无耻行为 以下内容我们统称女孩为小羊 两人于15年年初在一起,纷纷和和三年多 在第三年的时候,肉泥将小羊带到洛阳的一家洗浴中心 谎称自己是这儿的经理职位 之后就开始对小羊进行洗脑,要求他在这儿卖淫 要是他不干,肉泥就以分手为力威胁小羊 那时候小羊刚16岁,对肉泥是死心塌地 听到肉泥给他画大饼,说只要他好好干,以后就会取他的话 于是小羊还真就答应了 期间小羊很多次表示自己干不下去了 但肉泥总会以自己的梦想来给小羊洗脑 在小羊的描述中,有一次他与其他女孩吵起来了 肉泥来拉偏价,于是这对小情侣吵起来了 肉泥直接将小羊拽进厕所,扇人巴掌 动完手后又开始忏悔,跪地上打自己,求小羊原谅 还有一次更甚,在小羊终于忍受不了小羊自杀解脱的时候 肉泥将小羊一把恩地上开始爆锤 后来还是其他人拉开了肉泥 于是小羊拿了一辆出租车,跑去找朋友求助了 但是肉泥却不知用什么话数,又将小羊骗了回来 这次回来之后,肉泥直接开始软禁小羊 不让小羊与外界联系,就连与亲爸爸打个电话都要在一旁监听 而肉泥对此找的理由却是担心小羊遇到事了不跟自己说 他会担心,我真的,百年不见这种狗男人,批为大师吧 之后在小羊每次感到难过,想要谈一段甜甜的恋爱的时候 肉泥的回答都是花大饼 称自己不只想要一段恋爱,更是想要有物质之声的美满婚姻 这物质怎么来,就靠他忽悠女朋友卖淫得了 而在小羊被迫卖淫的时候,肉泥却背着他出去嫖娼 还在网上网店聊骚 最后开始玩失踪,谎称自己去老师家录歌,实际上与其他女孩待了一晚上 期间小羊的无数电话他都视若无睹 等到第二天,肉泥发现自己的行为被发现了 于是恼羞成怒,反倒跟小羊提了分手 在小羊23号晚上发的那篇博文后面还跟了两张图 是肉泥在今年1月30发的微博,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但从截图上来看,这个肉泥不太称得上是个人 博文第一句话是,太不情愿从这个地方出生了 本因为是个描写自己苦难经历的文章 没撑响是个描述自己犯罪事实的自首文章 七八岁校园暴力别人,十岁考试没考好,毁了老师的菜地 十一岁就偷家里和朋友的钱 十五岁跟哥们合伙砸了金店 十六岁碰了不该碰的,不难猜出应该是毒品 最离谱的一条,是在十四岁因为太想念母亲 所以一边想着母亲,一边做了个不过审行为 我该说什么,这是畜生吧 文章最后居然还恬不知耻 表示自己在十九岁开始做音乐,于是又爱上自己了 虽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爱自己 但你是个什么东西 在文章中,小杨也提到了自己为什么会多次原谅肉泥 因为在他还小的时候就被迫做了那档子事 而他的身体本来就差 之后更是患上了各种的妇科病 并且中途还怀孕了,打胎加治疗 一系列的事情,让小杨始终病痛缠身 小杨知道自己这辈子出了家给肉泥,别无选择了 就说婚前检查这一项,就没人会接受他 于是肉泥提出了在今年订婚 小杨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原因,便答应了 但等肉泥在深圳演出完后,他就又失踪了 被肉泥折磨了好几年的小杨,这才终于忍不了了 选择把这些事全都曝光出来 以上这些事均来自一个今年才21岁的小女孩身上 发生的真实故事 我真的再一次被一些贱男人的吴夏天给震惊到 这种人品败坏还是个胡人的东西,赶紧灭绝吧 这种人的行为和他取的医名真是一样下流 可以把他拉下去,剁成肉泥了 我真的,毁灭吧,就这样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了 直瓜第一响,瓜鹏来先见,拜拜